第四個章 零丟 第四個章 零丟 第三個章 零丟 第四個章 零丟 第八章 零丟 第五章 零丟 第四個章 零丟 第六章 零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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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美金柴一百十十四目 生日線有甚麼幫到你 哎呀 乖乖乖 我又找私隐权 小姐 我们这里是没有私隐权的 哎呀 不是呀 是私隐权 不是私隐权 小姐 我们这里是没有私隐权的 哎呀 我都说 我又找那个叫做私隐权 小姐 我再重申一次 我们这里是没有私隐权的 我又找 那个叫做私隐权 不是私隐权 听不听得明白呀 哦 原来你是想找曾荫权 不过曾荫权现在和儿子在华会看《情陷歌星》中环 在华会吃饭是不能开电话的 所以如果你想找曾荫权跟你说私隐权 她是不会听你的 拜拜 咩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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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咩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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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那些就不是賊佬,是差佬 蛤?差佬有良好處做什麼? 鬼鬼輸薑入到來 我走得正站得正,不倒球不必天 不飲酒不吃飲,他搞我做什麼? 我先生是這樣,雖然你自己是一個良好市民 但住在你左邊的是大富豪 右邊的是承實商人 所以差佬可以拿正牌,然後進你屋裝儀器 監視你的左輪又來 蛤?不是吧 那我要快點出去,叫他們小心點 不要弄了,家裡的東西才行 那你很快點出去吧,因為他弄壞你的東西 真的不用陪給你的,快點快點 喵喵 喵喵 喂,秘密監察,114%有什麼幫到你? 小姐 現在我為了我公司有臥底 那怎樣 喂,先生 請問你店可以做什麼? 開模型譜的 馬高達這樣 是不是不行呢? 先生,你說你公司有臥底 那其實是不出奇的 因為根據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 是說明你是不應該對身邊人有合理的期望 你說什麼?不明白的 那就是說呢 除了你自己之外 你是不應該相信任何人的 包括你的秘書 同事上司下屬 工人 非用印用 老婆子女 姨媽姑娘 和真兄弟 耶 什麼人都信不過 那我花體抱著棵樹好吧 就這樣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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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